哎 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妈我是洪康 好厉害了 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一课 什么东西的第一课呢 先给你报道一下 今年的2月15号 英国的美日邮报报导指出 美国国会的前顾问 蒂莫西古德 他接受美国 英国的BBC BBC是很有权威的 BBC访问的时候 证实美国前总统艾森豪 算是一个五星上将伟人 他就曾经跟外星人 进行过第三类接触 这个说法 一公布以后 哇全世界震撼 政绩已经不能不能形容 要震撼 爱森豪跟外星人第三类接触 OK啦 因为他是五星上将 他有总统 我们现场也有 我告诉你 对 爱森豪你伟大 我们现场也有的 首先先请问黄昭明老师 请问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肯定 是是是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 所谓的外星人的照片 请看 哦 典型的 你看这个典型的 基本盘 都是长这个样子 对 眼睛都非常的 头都非常大 外星人不太睡觉 然后鼻子跟嘴巴特别小 不然就是前一天晚上 他有大哭过 对 亲情不好 他的眼睛可能不只是一个视觉 搞不好他有其他的 这个也是很小的 他的眼睛非常大 这一般的外星人 他就是眼睛很大 然后头很大 这个耳朵有点尖尖 然后竖起来 可是他长得很像 那个漫画里面会画的那种眼睛 会这么大 然后脸那么尖 你看 这个也是啊 而且这个下巴尖 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品种 要不然刚刚三张照片 就三个不同的外星人 有的品种差异更多 是不是 可能是不同国家 你看还有不一样 还有毛人 不一样 这个这些照片 这些图 都是用画的 但是是根据 过去人家的目睹的一个经验 是 把它描绘出来的 唐狼人 唐狼实的 太厉害了 一般来讲 他们的眼睛发展的 都非常的旺盛 而且他们的听觉 可能因为没有空气 搞不好 他们不需要声音 等于说他们也不必讲话了 然后他们的嗅觉 味觉都不重要 所以他的视觉 我觉得他也许视觉 是像一个昆虫那种 腹半的眼睛 那种所谓的复眼 而且他不只是视觉 搞不好他有其他的感应 通讯接收的 这一种大的一种效果 那你认为外星存在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 第一个就是 我们先从地球上 有的东西 但是人类做不出的东西 这样是不是一个 可以来做一个证明 对不对 很多迷啊 比如说金字塔好了 金字塔 从埃及的金字塔 再到古玛雅 中美洲的阶梯的金字塔 坦白讲 比如就以埃及最大的 这个古福金字塔 两百三十万颗石头 每一颗花钢盐 两顿半这么重 可能我们几个人都抬不动 可是他怎么样 把它堆叠起来 更难的是 今天丢给顶级的建筑师来堆 堆到中间会塌下去 别忘了它在11层的地方 还有入口涌到里面 还有上下通的密室 我们光看这个书上这个图 你就会很惊讶地发现说 这样一个繁复的建筑 好 你来这边看看 这样繁复的建筑 它这怎么可能我们人类 能够完成呢 很精准 我们常常讲的叫做 欧帕兹就是 Out of Place Artifacts 就是看起来像人工做的 但明明以我们人的智慧能力 是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从像这种金字塔 还有好多古文明的东西 都没有办法做到 那我今天还特别带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小到一颗石头 是 这颗石头 说实在 讲起来地球上的东西 我们才可以看得到拿得到 但是为什么它的底部 有这样一个金属的反应 你有没有看到 对 对不对 尤其把它打开之后 没有一个人不觉得非常赞叹 因为人类做不出来 看到没有 里面居然像有一颗子弹 还是像一个火星塞 还是像一个螺丝钉 最特别是你仔细看 它上面的间距是等比例的 而我们所有的生物在地球上 都有一个叫神圣比例 黄金切割率 或者叫一个就是 一个1比1.618的这个比例 包括玫瑰花的花瓣 由小到大 我们人类脊椎 还有鹦鹉螺里面的气势 都有小到大 它的比例固定都是1比1.618 黄金比例 神圣比例 但这个根本不是神物 它不是化石 它完全就是一种某一种工具 那这就是跟 我们现在讲的主题就是 地球这么大 宇宙更大 那么这些东西到底 为什么会存在地球 共同跟大金字塔 提出三个英文字 第一个 Why 为什么要做这个 为什么 到现在我们都不确定 金字塔是不是做法老的木 其实不一定 第二个就是 How 怎么做的 我们怎么可能把石头跟金属 能够镶嵌到车床做不出来 雷射切割做不到 第三个就是 When Who 谁做的 西平哥 英国物理大师霍金 他也有提出说 外星人长得上五种 对 是不是 霍金大概被公认 是当代最伟大的太空物理学家 是 而且你知道 霍金这个受到重造什么程度 他是做轮椅 对 因为他不良理想 他有一次到梵蒂冈去 你知道吗 教宗亲自跑他轮椅前面 蹲下去 对 跟他这样讲话 好尊重 跟他讲话 但他讲什么 大家都不知道 当然外界现在流传 教宗给他说 你管物理的事就好 天上事交给上帝 但霍金最近态度180度大转变 他以前是相信外星人 但是善良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上太空 所以本来世界上都要完成他的心愿 要把他送上太空的 但因为他身体状况实在不行 就上太空没上成 就最近几年他突然间说 外星人是坏的 是邪恶的 你不要去找外星人 你找外星人会造成地球的毁灭 第一个 所以大家不要想尝试跟外星人联络 他说美国这个加州的那个 我们有个状态向外星发送各种语言 对对有一个塞体那边 塞体他那个千万不要再做了 然后来他说地球在200年之内会毁灭掉 所以要赶快找一个星球去移民 那以霍金这种巨拨大师的地位 讲这个现在大家都有点惊吓 他最近突然间提出来就是说 他研究他认为外星的动物生物 存在五种形态 第一种这种像鸭嘴兽一样 这也太大属了 好像一个大的吸尘器 它可以这样吸尘 可以吸这个岩石缝里面的东西 它是吃草的 它不是人的 它不是肉的 好险 好险 天杀过大的十里兽 这种他认为这种存在什么 存在内地星球 就跟地球很类似的星球 要植物 类似地球的星球 类地星球 那么就存在大概外星中是这种东西的 好 第二种就是气态行星 就是这个行星它是气态的 它充满亥跟荡 那这样子气态的呢 它就要像水母一样会飘浮 所以它长相是像水母的 它怎么活呢 因为气态它没有东西可以吃 它吃闪电 好酷 这个都是霍金他自己想象的吧 对 霍金 但是 所以还没有认 但是说有这些东西 霍金的地位 霍金的全文物理学家讲到 这就不能让大家注意了 所以他放个屁头伤了 是这个意思吗 就像霍金讲外星人 就像你讲脏话一样 这么有权威 霍金讲的是对 你要这样想 好 所以霍金认为 这个是在这个气态的 就类似土星啊 土星啊 木星啊 这都气态的 那你必须要在里面飘浮 越气嘛 所以像水母一样 它靠吃闪电过 闪电 吃闪电库 这个就 太厉害了 这就可破了 这就像 这是液态星 液态星呢 台湾也有外星人 台湾出现过来 发生在桃里 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呢 还拿了刀片来把它切开 那我胸膛 拖一下 这个东西的里面呢 通通 黏在那个 柳越肤板上 霍金认为 这个是 在这个 气态的 就类似土星啊 土星啊 木星啊 这都气态的 那你必须要在里面飘浮 对气嘛 所以像水母一样 它靠吃闪电过 吃闪电库 太厉害了 这就可破了 这就像 这是液态星 液态星呢 它所以 它必须要飘浮 它就像海洋一样 你看 这像个海洋怪物一样 深海一样 深海一样 它会飘浮 像水母一样 我告诉你啊 像木星的这个卫星 欧罗巴就是液态的 就这样 整个星球都是 美国人都在警告 为什么 你知道南极 南极有一个地下湖 在槟城下四公里的地方 埋了两千年 你要说那个湖的情况 就那湖整个湖 居然没有结洞 在南极的地下四公里的地方 居然原来这个湖 没有结洞 但它整个被冰封住了 封了两千万年 你要说那个湖的形态 就跟这个欧罗巴斯也是一样的 所以美国人说不要去钻它 里面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甚至可以有外星生物 有一个电影有演过 搞不好就有这个东西 苏沃最近不是去钻吗 就是苏沃最近跑去钻 对 它钻破了吧 它已经把它钻破了 对 对 苏沃最近把它钻破了 哇塞 钻破之后 苏沃用真空的那个瓶子 把它这个水提出来 真空密封 立即紧急送回苏沃去 这全世界就在看 它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这个电影里面有演过 一模一样长这个样子 那个电影还非常有名 叫什么秘密课什么东西 对 它那个就是水里面很深很深 海里面的这样子 现在他们就希望那个 南京地下湖里面 第一个有古生物 我们不知道的古生物 但人家又害怕 你把那个我们不知道的古细菌 弄到地面上来 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承受 对 没办法承受 俄国人不要乱弄 我们还要潜水你干什么 搞得现在需潜水有点压力 潜水回头 哇塞 你跑出来了 可能有蛇颈龙 对啊 色情到大了 对 好 再一次 这就是霍金硕的极寒 极寒 那因为极寒在摄氏零下150度 快接近那个液态氮的温度了 那它就像长毛像一样 毛要非常 我们来补充一下 其实在南极最冷的绝对温度 不过负90度哦 那你现在看到这负 150 零下150度 好可怕 你就知道这样的生物它怎么生存 对 怎么生存 它吃什么 吃雪 每天吃啊 每天吃雪 会饱吗 太可怕了 最后一种是霍金想象最厉害的一种 就这种 这种呢 它是什么 它是漂浮在宇宙里面 它漂浮在宇宙里面呢 它是一种漂浮的生命体 它是一个群体 它不是一个个体 它是结合体 然后它可以穿越时空的 那你说它吃什么 它靠什么过温度 对啊 它靠浮射 吃浮射 它靠浮射 太阳的浮射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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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有 伽玛射线 宇宙有种的射线 宇宙有各种浮射 它最近可能会往浮岛那边靠近 对 可以 各的 对 浮射 好 哇 人家的王费 他吃一点 就是 把它吃干净 所以 这是这个 霍金提供给我们 五宗 他想象中可能存在的外星 是不是 霍金 他那个脑子里面画面不知道是什么 对 好厉害哦 他这个可以想得到 我们什么资格想 我们这种猪脑怎么跟人家人脑子 也不 都知道猪脑 也不需要三万四个脑子 不过这个今天呢 黄昭明会长 也帮我们带来一段影片 哎呦 这个影片是外星人在巴西热带雨林 哇 厉害了 看一下 来 请看 这个去年 去年10月21号 这个 站在后面 美国的这个科幻作家 叫Michael Coven 他提供了一个 这个影片 是由这个 英国到巴西游历的 这个两个游客 拍到了一个影片 你看那个看到有一个外星人 小小的外星人 就站在那个地方 好像在尿尿的样子 然后他的旁边呢 有一个光点在那个地方 像是他的航行器的一个位移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巴西呢 对这个外星人的研究非常热衷 这个国家里面包括江津啊 什么都对这个很有兴趣 然后这个这个地方 热带雨林这个地方也是巴西军队里面 他们军方去调查 调查这个地方外星人一个重点之一啊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影片 在去年啊 非常共同 外星真的是不是有来过地球 那他们有帮助过地球人吗 对不对 您看过很多次的不明飞行物体 是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一阵子 其实我觉得现在那个资讯越发达 所以有几个 我记得去年吧 有几个军人将军 对相效 美国的相效 对证实说他们确实有这些事件发生 对 我相信很多事情可能有些人不好 不想讲 有些人讲出来都大概就遗忘了 那你看到都是什么样的情形 我们就从刚才你讲的这个 他们军人开了一个记者会 你知道他们服务的地方很特殊 就都是核子武器的基地 也就是说那些核子武器 如果一旦那个button那个钮按下去 不但造成世界大战 也会造成整个宇宙辐射环境的污染 那你就想想看 为什么他们在服务在不同的这些核子武器基地 可是共同他们会开这个记者会 就是他们已经退役了 他们可以 好了 依照他们的良心来讲话 不是好了 来讲实话 然后他们说的共同的都是 在他们的基地都曾经出现过不明飞行物体 不只是光点 而且是那个光点跟物体影响到他们所有的 Electricity 电源 就是它所有的电力突然完全失效 完全不能启动 甚至他们很担心 万一忽然一个短路或者一不小心按下去 飞弹就比如说从美国就射到了俄罗斯 那还得了 那真的百口莫变 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紧张跟争议 但是后来发现 那些所谓的不明飞行物体的光点 好像都是来监测 人类不晓得你在地下面挖钩 你们到底要怎样 因为如果一旦造成了这样核子战争 你知道以我们现在人类发展出的这些东西 它可以污染毁灭不只是地球 可能是我们所有的邻居所谓的外星人 外星生命都必须要关注 所以就好像一窝蚂蚁 如果在那边你懒得理它 如果它开始在啃你的梁柱 啃你的墙角 你得要去注意它 甚至要把它铲灭 不然的话怎么办 你不歼灭它的话 那将来怎么办呢 因为我觉得他们来一直这样 飞过来就这样 告诉你 给你没电就没电 不要搞不清楚 所以有的电影就散了 有的电影还演得那好幼稚 你看什么还要什么 什么喷什么红红的东西 我觉得看着真的很好笑 然后另外带来另外一个 这种证明的东西 就是说 其实我们还是从 我自己学历史 我们从历史上的史料来看 就如果外星人真的有来过 那么他真的可能教过 我们的祖先很多的事情 这是一个古董 已经有大概差不多 两千年历史的备业经了 什么叫备业经呢 就是每一页 它都是一个Palm leaves 棕榈叶 宗里叶压平 在没有纸笔的时候 它们在上面刻字 然后刻出来的文字 再用天然的枝液 植物的枝液把它染色 可是你在 你看这每一张的图案 这是来自缅甸的古代的文字 还有它们的图案 可是你会很惊讶地发现 里面怎么会有着 这一个奇特的图案 这一个奇特的图案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张备业经 这是一个 看起来像两只龙卷曲在一起 对不对 但如果我告诉你 后来剑桥大学 Cambridge University 在英国 显微镜里面发现 人类染色体DNA的结构 就是这样 叫做Double Helix 所谓的双螺旋体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 在几乎是我们近几十年才发现的 才有显微镜啊 才有这些生化科技 怎么会在两千年前 它们就画在古老的佛经上面 那么如果没有一个 所谓更高等的一个生命 或者地外文明 地球以外的文明 来教导它们 怎么会有这样的图案 这几乎是不可思议 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古老的图案 古董来收藏也可以 但你仔细看了以后 你会发现 哇 太惊讶了 这不就是人类染色体DNA 在分裂的时候 那个双螺旋体的完整的图案 对 而且其实很多古文明 讲的一些事情 太多的超越我们现在的科技 就是好像到这几年才发现 有一种会想 像秦朝不是挖出那把剑吗 它那个护照的功力 用了记忆金属 对啊 怎么会多厉害 你看它那个弯的 然后一松开 咚 还弹回来 那记忆金属 我们人类到现在 还知道怎么用铁啦 铜啦 镊啦 锣啦 等等的金属 把它怎么合金 让它增强它的韧性弹力 但它压了一两千年 怎么可能还有这样的 恢复的记忆金属弹性 那你在台湾有看过 不明培训物体吗 有看过 在哪里 台湾其实出没最多的地方 是台北县的 巴黎十三行博物馆的附近 对 听说有这个 还有一个地方 就在花莲的七星潭 七星潭是非常漂亮的海岸 你到那边有一个圆野牧场 有个圆野牧场的一个 木造建筑的地方 你看下去 在那个地方 其实它在晚上出现 不明飞行物体 光景的几率非常高 但是我自己亲眼看到 而且后来拍到的那个地方 是在澎湖的旺安 有一个天台山 天台山讲起来 所以有时候很奇妙 有时候古文明啊 宗教跟我们在飞机募集的地点 有时候会有一些巧合 你看十三行博物馆 是古文明的地方 对不对 然后在讲天台山那边 你一去看就会看到 它写旅动兵的脚印 然后很好玩 它旅动兵这边一个脚印 当然比人的脚印大了 大家都觉得 哎呀这个神话 无机之台 它说另外一个脚印在哪里 我在海面 另外一边一个小岛上面 也就是旅动兵一脚 前脚后脚离这么远 当然它就叫天台山啦 然后看到旅动兵 因为脚印 但是在晚上那边 是看日落最好的地方 结果居然就看到了 这个光点在那边旋转 所以像这些的经验 就是说 让我们只能说 它是要UFO 就是UFO 就是还没有确认的 一种飞行的 所谓Flying Objects 那这种 还是应该叫做 不明飞行物体 飞碟只是说 它可能有一种基本款 是像碟状的飞 对对对 会长 台湾出现过外星人吗 我们没有统计的 不知道的可能有了 但是我们手上 就是有这么一个案例 这个是民国72年的时候发生的 这是我们前面的理事长 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是 那个是发生在桃园的投州国小 这个地方 这有一天 这个桃园新乌乡的桃园 桃园 客家座 是 这个是72年的时候 在小学生 早上的时候 小学生在操场上 扫地 以前都在做打扫 早上都会扫地 突然从天空 掉下来一个东西 掉下来以后 这些小朋友就围过来看 这东西呢 吃吃软软的 然后 这些小朋友就很好奇 把这东西呢 就拿到他们有一个 古性的一个 自然科的老师那里 这自然科的老师也是很天才 他看到这个东西 他就把它拿去 用显微镜看 结果里面 没有看到就是细胞 没有生物体的这种迹象 结果这个老师就想说 这个不知什么东西 就花给这学生 这学生就带回去了 这个学生姓幻 他就带回去了 带回去了 他有一个大哥 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呢 还拿了刀片来把它切割 胸膛的泼下去 泼下去以后呢 流出来一个黏黏丑丑的东西 但是里面没有 没有我们讲的肠子 内脏 没有内脏 骨骼好像都没有 骨骼好像也是没有 对 所以就是很奇怪 但是也不知道所以来 这些这个父母亲呢 觉得说 这个东西很肮脏 不想知道 不干净 拿走拿走 这个小朋友也很天真 他就想说 这可能是外星人 所以他想说 这外星人调到这里来 他的同伴一定会来找他 所以把他放在那个以前 我们那个窗户上面 有一个遮宜板 雨棚上面 遮宜棚上面 他就把他放在上面 希望他的同伴来把他带走 你把他割成这样 结果呢 割了几天啊 哎 孩子在那里 没有带走 小朋友想说 把他埋掉了 就找到一个木盒 木头的盒子 像小棺材一样 像棺材一样的 然后就他们那边有一个小竹林 就把他埋在那个地方 埋在那个地方 大概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是差不多各百个月的时间 去把他挖出来看 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 什么 这个东西的里面 通通不见了 这个 它剩下一层皮 黏在那个 所以这个东西 它不是 不是塑胶做的 一定是 类似我们讲的是生物的东西 所以我们后来 经过好几次的研究 跟调查 觉得它很有可疑 是台湾化身的一个 外星人的 一个罪毁的一个 我知道 它就是吃闪电的那一个 吃太饱了 吃到一个太强 没有吃到闪电 然后太热 然后就整个就掉下来 它不是飘在办公室里的吗 Ruby你也看过飞鸟 有 我看得出来 而且我也一直深信 我自己可能是一般 一般的外星人混血 你在哪里 在加拿大的时候 那他混得真糟 他讲得出来 混得真糟 这很融入地球好不好 是 它是在加拿大的哪里 对 因为我加拿大的家里是住在山上 然后我们那个 我家里是那种 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阳台 然后就看出去 就可以看到那个 就是山下面的所有的景象 也就是说你看过去 你可以看到什么 什么 山啊 然后还有那个很漂亮的风景 景观很开阔 对很棒 那我那天就是我跟我妈一起坐在客厅里面看电视 我们的沙发是这样子摆这样横的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窗户 然后呢这个窗户看出去就是那个景象这样 然后那边看看看看看看 然后突然间我的 就眼角有感觉有一个光 就是在山的那边的那个光 然后我就很自然就转过去一看 然后我就觉得 那个光点啊 很明显的它不是星星 因为它就是比星星还要大很多 然后想说 就是一定又是什么飞机什么之类的 因为它就是很闪这样 然后因为我这个人是那种 我觉得如果是飞碟的话 我一定会一看就看得出来它是飞碟这样 所以我就没有在想太多 但是我就继续转回来 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眼角还是继续看到它在 又在闪哦 在闪 然后就想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就转过头一看 它变大了 它就在半空中就变大 然后这时候我还跟我妈讲说 妈你看你看这个 然后我妈就这样 因为我们在同一时间看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才差不多比如说十秒以内 它又变大了 就我跟我妈两个同一时间讲说 我们到那个我们的阳台 就是直接站出去看 我们就站到阳台上面去看 就在我们眼前 它原本是比如说你们看到我们人肉眼看到的月亮的大小 对不对 就在那边是月亮的话 它原本是比月亮小差不多 它可能是月亮的四分之一大而已 已经很大了对不对 结果突然之间 它就突然这样长长 然后突然这样从旁边这样 啪啪啪 很像那种爆米花有没有 感觉很像是有什么东西爆炸 然后这边这样啪啪啪 我跟我妈这样 怎么会这样 然后突然旁边啪啪啪 然后越长越啪啪啪 就好像东西有爆炸了 然后突然瞬间长得比月亮还要大 像变形金刚样 它开始变形 对 可是它就是 为什么我会说爆米花 因为它是不规则的 那种啪啪啪啪啪啪这样 然后我跟我妈两个人就觉得傻眼 怎么会这是什么东西 可是你又不能说它是爆炸 因为它又没有火球 它就是亮光点这个样子啪啪啪啪这样 然后突然长很大 然后就在半空中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我妈讲说 妈 你赶快打电话给那个谁谁谁 因为她也住在这个区域 看看她有没有可以看得到 就我们在拨电话的同时 我妈还在那边拨电话 就喂 这准备要跟她讲的时候 我的眼前就突然看到她这样 啪啪啪啪啪啪啪 五秒之内就全部消失了 就突然间完全消失了 所以我妈叫人家看也看不到 所以那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 所以我根本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你要把它拍下来 对啊 我觉得好可惜没有拍到 我这边拍到的这个 鸿湖望安的看一下 看镜头可不可以看得到 这什么 飞碟的就是不明飞行物体 真的假的 的一个光点 晚上 这是晚上 就是傍晚之后开始入夜的时候 这在哪里啊 在澎湖望安 澎湖望安的天台山 你刚才看到你什么心情 那时候就很惊讶 而且大家好多人一起看到 不止一个人 最奇特的是说 当这个光点大概出现几分钟之后 接着在它对应的天空 不断一个多小时哦 粉红色的闪电 就在那个云里面 粉红色的闪电 那大家看到都反而不想看了 就一直这样粉红色的闪电 但听不到声音奇怪 就一直看到粉红色的闪电 在那个云堆里面 所以这个是到现在也不能解释了 请问一下你这几年前拍的 这个就是在两年前 两年前 两年前我去望安那边 有一个南海金沙 他们有个度假村嘛 然后我们就那边 那边最棒的就是海滩 还有绿溪龟 还有就是天台山的日落 就没有想到看到这个 大家都很震撼 附近民众 大家都叫起来 这期播出 那个地方可能就爆 对啊 两年生 你是不是有鼓 你有 对应该有 那个是郭英共的 郭英雄 那个非得做梗 来其他生产的那个度假村 没有 其实 在那个 在美国有一个外星人的事件 对 非常有名 全世界讨论 就是罗斯威尔事件 你如果要谈 谁见过飞碟 谁见过外星人 到底存不存在 那No.1 还要把第一名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 罗斯威尔事件 全世界有名的 对 罗斯威尔是在美国的新墨西哥 是 他在1947年7月8号 一个飞碟 坠落 坠落下来 好 坠落下来之后 我跟你讲 附近的农夫都看到 甚至有一个农夫 拿了一个翠片 银白色的 很软 很轻 然后来 它是有形状的 它可以随便捏 但一放 它又回来 它是记忆金属 又是那一 很奇怪 像塑胶一样软 但是它是金属 它可以记忆原来 它可以记忆住 好 记忆金属 徐浩平被外星人入侵了 大概我浅了差不多15分钟以后 就发现 我的腰部 这个东西刺进去 然后我自己摸一摸 其实有流行 那么发现这边 怎么会有这种 几何形的管线 好 那今天等浩平哥 以后你往生手 我们下来就会 喂 好 好 哎呦我的妈呀 是在美国的新墨西哥 是 它在1947年7月8号 一个飞碟 坠落 坠落下来 好 坠落下来之后呢 我跟你讲 附近的农夫都有看到 甚至有一个农夫 拿了一个脆片 银白色的 很软 很轻 然后呢 它是有形状的 它可以随便捏 但一放它 又回来 它是记忆金属 又是没 很奇怪 像塑胶一样软 但是它是金属 它可以记忆原来 它可以记忆住 好 记忆金属 后来呢 那么这是当天 这个当地的这个 美日祭司报 用头条来说 有飞碟坠落 而且最重要的这句话 空军是confirm 就空军证实有飞碟 这个降落 结果第二天 美国全国所有的大媒体 都转载 这个美日祭司报 这个头条 报道 说有飞碟来了 就空军开 本来空军说是 六个小时之后 全部封锁 所有农夫的残骸 全部回收 就说没有飞碟 是气象气球爆炸 立刻改口 气象气球爆炸 改口 然后改口之后呢 结果 最近这个FBI 公布了 他穷顶的这个档案室 穷顶档案室 是什么东西 就是FBI的探员 在各地做的工作报告 跟调查报告 他调查报告 FBI档案室报告 就是一个 一个调查罗斯威尔的档案报告 就说 在那个地方 他看到三个外星人的尸体 三个外星人 大概100公分多一点大 只有18公斤 大眼睛 小鼻子 穿着深灰色的这个制服 那么这是FBI的档案室内 调查员亲自看到的这个报告 所以最近越来越真实了 那罗斯威尔后来 他的这个外星人 跟这个飞碟残骸 就送到美国51区去 虽然51区去 大家都知道 57区有个绿屋 这个绿屋呢 是就放了外星人的尸体 那么这个是 网络上最盛传的 这就是罗斯威尔的那个外星人 那么发立屋 你脚都烂 以前他是最毁的心头 美国总统要去看 这个外星人夫人就说 这个是归我管 连美国总统都不能随便去看 甘义黎总统带着他朋友 一个朋友去看 朋友看了吓死了 后来出来以后精神都有点错乱 听说甘乃迪被暗杀 有一个传言就说 甘乃迪觉得这个东西不能隐藏 要公布给全世界知道的 就是他要公布出来 所以他被暗杀 所以他被暗杀几个理由中 有一个就是 其中一项 其中一项 就是他要公布外星的秘密 就被暗杀掉了 知道吗 所以罗斯威尔是外星史上 最著名的一件事件 而且因为他后来放在51区 导致51区也成为 世界上研究外星最有名的 而且最神秘地区 最神秘的地区 那51区你去传网看 去传网看 开玩笑 好像就不见了 我跟你讲 Google map上面看51看不到的 它是一块嘛 对 把它弄起来 它把它弄起来 其他地方看到 其他地方看到 就是51区你看不到 对 这个其实地球很多人讲说 它被外星人绑架 也有人说 它怎么被外星人带到天空去了 那据说 会长 据说好像就是被绑架的人身上 都会有一些特殊的反应 对对对 没错 这个是经过一些调查 是 还有 就是说找这些人来 然后用催眠的方式 去把它问出来 一般都是这样子 就是被绑架的人 在一段时间 被绑架的这一段时间 他所有的记忆都不见 都不见了 哪里去不知道 然后有一个就是美国在中央情报级做事的 而且他是美国催眠协会的会员 是 这个叫做雷德尔 Sims这个人 他退休以后就专门来做这方面的调查 他在1977年也做了一个报告 就是把这些人都做了统计 然后也跟这个医生 这个医师 找了这些被绑架的人过来 然后经过S光的照射 就发现 就是这些人 他的皮肤跟骨骼之间 有一些小金片 金属片 被植入 被植入 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都不知道被植入 然后有一个叫Roger Lair这个博士 他就专门找了这些人 然后收集了大概有三十几颗 三十几颗这个小金片 然后他甚至把它送到Stanford大学里面 他们有一个专门在研究的 做科学分析 这个其中有十一种物质 在地球上是没有 找不到的 没有 其实我们必须讲说 其实研究这个领域 你心胸要很开阔 我们叫Open Minded 第二个就是说 有太多不能解释的东西 或者跟我们一般人类 所习惯的各种科学 医学生活习惯不同的概念 必须先把它打破 不然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那么其实在那次的情况 其实讲起来只不过是我去百慕达潜水 大家也知道Bermuda Triangle 它是在那个Miami的外海 波多黎各巴哈马拉起来一个大的三角地带 我们很有钱的 我都不上节目前都拿去支持我旅行的嘛 对吗 然后呢 那其实在那个地方 有很多千百年的各种沉船坠机 失踪失事 真的你去底下看 好像历代的那种交通工具的博物馆 但全部是残骸 那我今天带的这个影片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把它放在这边搭 看看是不是能够对得到 好 你现在看到我在潜水 对不对 然后我 你有没有看到底下的轮子 古代轮船轮船 真的是有轮子的 你看那边我钻过去 钻过去更奇特的时候 继续看 因为很奇特的是 我居然把面筋跟呼吸管拔掉了 其实我不是一个 在当时一个所谓资深教练级的潜水夫 可是呢 当时有一种奇特的感应 如果把它拔掉 所以你看画面为正 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地方很奇特 为什么这么多的沉船坠机 所谓的人工鱼胶 很多的珊瑚 是鱼儿最爱吃的 但是我跟你讲 怪的是连鱼都不太来这边 没什么鱼 对 另外就是我们 大家中午发明的像 这种所谓 你看画面上这种螺盘 这种全部都是不动或者是乱转 所以这个地方的磁场真的不一样 但是大概我浅了差不多15分钟以后 就发现我的腰部 被一个东西刺进去 那其实非常的痛 但是那个感觉应该是鱼腔的力量才会造成 然后我自己摸一摸 其实有流血 有流血 然后其实那时候有点担心 因为有血的话很容易引来杀鱼 其他这种凶猛的这种肉食性鱼类 那么那当然后来 我们到了上面之后 说也奇怪就是我一直以为说我只拍了大概15分钟 我以为我的教练一直在催我上来 再这样我就受伤 可是后来我把我的录影带找出来 足足拍了50分钟 足足拍了50分钟 所以似乎50减15有35分钟的那一个时间 好像我不知道在做什么 连那个教练都说我在那个洞里面待很久都没有出来 可是我觉得我只是在那些残骸当中追来追 就穿来穿去 因为那边那个潜水是真的很特别 还可以剪一些什么烟斗啦 墨水瓶 可是最奇特的是大概回来之后 因为我自己运动量蛮大 而且跑来跑去采访 后来就是我的右脚跟一直拉到这个 这边的这个筋到鼠息部这边拉伤 但是我一直都治不好 用民俗疗法一直治不好 后来就改用这个西医的方式物理治疗 然后西医第一步就是说叫你去照X光 因为他担心是不是我的脊椎有受伤 是 结果一照以后就照出了这张照片 对 你来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这是我的脊椎吗 对啊 那这边就是它有声 你真的坦诚相见 连脊椎都拿出来给大家看 就需要这样子来看 对不对 你才知道 有没有发现这边怎么会有这种几何形的管线 它不是直的 它是这样过来然后这边针针这样的 平行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以为说是不是 就是说照相的时候 照X光的时候有一些干扰 摆了一个什么东西 还什么东西 后来就再照了一次 而且用侧面 发现侧面也很清楚看到 但侧面只看到一条线 一条斜线 然后这个照片是后来到这个 就在台北市中校医院 因为就请核子医学科跟放射科做了一个会诊 然后核子医学科的主任林明贤 林主任就说 他说如果将来我们人类的医学科技能够像那种内视镜 比如说放个人工心脏 人工关节 然后像我没有被开过刀 可以直接这样子很简单的几秒钟给你植入 这样子该有多好 他说这是一百年后人类医学科技的一个目标吧 我知道了 为什么医生不当时把你想办法解剖 我看看到底是什么 我神经病 我传认一下你能传说我来 你这样啊 我没看过 我帮我这样啊 我知道了 你知道吗 这个很有可能是外星人啊 就是趁你在潜水的时候对不对 然后植入晶片 为什么要植入鼠西部呢 因为就要等你生小孩 什么鬼啊 生小孩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生出外星人 对 一个爆炸 你小孩 外星人 对啊 其实不管是鼠西部 是鼠西部拉伤 才会照到这个部位的X光 他有跟我們看過 他現在還有疤耶 對 後面還有一個 對 有個洞啊 我不知道 那你今天等號明哥以後你往生手 我們再來一次 喂 今天因為我跟外星人事情講太多了 這個一集是講不完 可是我們今天一開始就講到 就是美國這個高層承認 艾森浩總統曾經跟外星人有過接觸 對 西平哥到底怎麼回事 這個搞好講一講 艾森浩他在1953年當中 是對不對 1954年 所以2月20號晚上他突然間不見了 失蹤了 甚至有美國媒體還報導說 他因為心臟病發 死了 不得了的事 馬上發更正 後來白宮發言就出來說 他在啃雞翅膀的時候把牙齒啃斷 跑去看牙醫 真正他去見外星人去了 見外星人去了 然後第一次見的時候 我就講的是瑞典的 黃頭髮 藍眼睛 愛皮膚很高大 結果那個外星人給他說 這個就叫艾森浩說 你把核子武器放棄 我就給你這個外星科技 更厲害的 對 他說不要 我不要放棄核子武器 他就不歡而散 就第二次外星人又找他 這次不一樣了 這次比較醜 小灰人 灰色的 那這次小灰人就沒有提放棄核子武器 跟他簽了五項協議 前四項不重要 第五項最重要 第五項就是我外星人給你需要的外星科技 但是你要允許我研究人類跟地球的動物 因為我在研究過程中一定造成一些死傷 要不要掩蓋住 但是艾森浩就說有個條件 你可以把人抓去研究 但是不能殺人 可以殺動物 所以就變成後來有很多人失蹤 失蹤 但他回來 他記不得是說我被人綁架了 他被什麼綁架 記憶不見了 但是從此以後 美國的動物流就拼命的大量的意外的死亡 在艾森浩的時代 他是1953年到1961年當美國總統 那段時間是美國科技進步最神速的時候 兩個原因 一個是艾森浩跟外星人簽訂的協議 一個當然就是羅斯威爾事件 他們用立項工程從飛碟碎片裡面 得到很多新的科技 在五十一區裡面研究出來 所以現在這些東西 聽說因為五十一太招搖了 全部送到阿摩斯國家實驗室裡面去了 阿摩斯頂尖的生化科技的是一個實驗室 好 那這些被研究的牛 我跟你講 死狀奇特 我們來看看照片好不好 來 會長提供 首先第一張 這是一樣 這些被外星人研究後的動物遺體 肢解技術令人不可置信 廣告後帶你揭開外星人的神秘面紗 千萬不要走開喔 那這些被研究的牛 死狀奇特 我們來看看照片好不好 來 會長提供 我先第一張 這是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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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他的臉 半邊都要割掉 半邊喔 對 半個臉 直接這樣切喔 這也是 這個切割非常厲害 那時候認為不是地球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雷射也做不到 而且大部分都是晚上在進行 晚上進行 那切割很乾淨俐落 然後幾乎這些動物都被放血 放得一乾二進 都沒有血 然後內臟 你看這個 內臟 生殖器 都不見了 真的嗎 整個挖掉了 整個都不見了 肚子這邊整個挖開 上面那個生殖器那邊也全部被挖掉 然後就是 有時候還看到是 有不明灰形物在上面 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不明灰形物 你看它整個後面 整個不見了 不見了 而且是粉紅色的 都沒有血耶 你看完全沒有血 對對對 也不會說 這個是更 你看看更離譜 它就是 就是飛行物飛過去以後呢 然後掉 丟下來了 丟下來了 就是卡在這個電線桿上面 這是這麼大的東西 我們不會這麼無聊到 不要亂丟垃圾 丟到這裡去 謝謝 那今天呢 我們這個所謂的就是 外星人事件研究 第一課 目前上到此為止 厲害 希望我們接下來第二課 能帶給你更震撼的內容 好不好 來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